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,朱文筹斩华雄这些故事,其实都是罗冠中在三国演义中虚构出来的。 今天来聊聊正史上的关羽三大战绩。 建安五年,曹操在徐州一举击败刘备,刘备抛弃夫人孩子,投奔袁绍,关羽被迫投降曹操,曹操对关羽十分欣赏与看重,任命关羽为天将军。 随后在关渡之战的相持阶段中,担任曹军前锋的关羽,几个百米冲刺,在万军之中斩杀炎梁,破了袁绍的白马之围,立下守攻,因此关羽被汉县帝封为汉寿亭侯。 这个爵位是根据战功得来的,其含金量非常的高,有了汉寿亭侯这个金字招牌,关羽走到哪都可以嘲讽对手两句。 建安十三年南郡之战,孙柳联军隔着长江同战具江陵城的曹人对峙,在刘备的建议下,关羽带着约五千名水师,在下口溺汉水北上,突袭汉金。 端了曹军的梁道,随后关羽利用熟悉水战的优势,同曹军挽起了敌进我退,敌退我进的游击战,搞得虚晃,满宠的骑兵部队只能在岸上破口大骂。 这个就是历史上记载的绝北道行动,关羽此次行动有效地牵制了曹军,极大的缓解了周瑜的压力。 不久后,曹操审师夺势,选择了保存实力,放弃江陵城,让刘备得以借到荆州。 建安二十四年,刘备在汉中之战击败曹操后,关羽发动湘凡之战,算好汉水迅期,带着三万精兵北上,顺利将曹人困死在凡城,随后关羽开展围点打员,一意待劳的战术。 利用熟悉水战的优势,击败被洪水困在邓城的曹军,逼降于晋斩杀旁德。 一时间,曹英震动,中原诸县纷纷起兵响应关羽,逼得曹操不得不考虑迁都,暂避关羽的锋芒。 这个就是关羽水烟七军,威震华夏典故的来历。 以上就是关羽的三大战绩,你们觉得关羽的军事能力在三国中能排得上第几名? 请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观点。